大家好,我是魏杰 从今天开始由我来带领大家学习一下Linux多现场方面的知识 在正式开始课程之前呢,我首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呢,是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自动化系 其实刚开始呢,毕业的时候在铁路局工作了几个月 每天呢,就是扫地拧螺丝,感觉盛世无用 那么熟悉自动化的同学大概都知道 我们自动化系呢,学了很多跟IT有关系的基础知识吧 如今现在我在这里去扫地拧螺丝 感觉真的很对不起自己的专业 也对不起当初看得起自己的那些导师 所以呢,我一期之下就扔了这个铁饭碗 当时也遭到了很多家人的反对 说这么精明小伙子 不好好在国企呆着,毛衣班半职的 出去闯什么闯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嘛 非常喜欢跟IT有关系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最后我一下子就辞职了 毫不犹豫 辞职呢,在一家高校的任务量网讲师 主要讲的是车识方面的知识 包括底层的C单品机 高层呢,有操作系统Linux等等 我这个人就喜欢按照自己的音乐去生活 只要不违法,我就想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所以最后也走上了无联网讲师这条道路 一边讲课,一边去搞些开发 写下的时候呢,会在Cana Unix 把我讲的那些内容或者做的一些东西呢,写上去 很不幸变成一个推荐博主 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有一天成为传说中的专家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Cana Unix搜索一下我的博客 我博客名字呢,就是这个,医生有你LLX 或者可以加我的QQ78080458 大家相互沟通,去学习 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我 当然我也可以向大家去请教一些问题 三人心必有我是吗 我相信我也有不会的地方需要向大家去请教 如果QQ不在线了 大家可以给我发email 这是我的email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啊 每天早上都会去查一下email 所以你给我发邮件,我一定会回你的 相反QQ呢,可能有时候忙起来就忘了去上线了 邮箱呢,是一直在线的 所以有时候问题呢,可以通过邮箱去和我沟通的 好,关于我呢,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大家不是来跟我玩的 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 我们看这个题目 Linux多线程程序设计 那么线程这个词呢,是IT界的一个术语呢 我相信不管你是搞C,C++,Java,安卓 或者你有Windows,Linux,WinCE,操作系统 所有的这些呢,都会涉及到一个线程的概念 那么使用多线程的目的 它就是要合理的利用资源,提高CPU的效率 在这里呢,我简单的笼统的说了一个这句话 关于多线程的目的 那么我们今后的课程中呢,去不断的学习 相信大家呢,很快就会理解到这句话 它真正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课程安排呢,是6到7个小时 那么授课方式呢,按照学习的规定呢,是微课时 每一小节呢,是一个知识点 10到15分钟左右吧 我会尽量把一个知识点浓缩到10分钟左右 让大家利用顺便的时间去学习 在每一节课开始的时候呢 会有课程目标,重点,难点,考核目标,课后练习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这一课件 每一课程最近呢,都有一个课程目标 重点,难点,考核目标等等 这里面每一个课都会有的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主要内容 题目,Linux多线程程序设计 我总共把它分为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一个解单的概念 包括第一节课,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我把它叫类生灵 因为没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主要是一个介绍 真正的第一节课是引出了一个线程的概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开始对线程进行控制 包括它的生命周期 基本的控制同步等等这些 这个基础控制呢,总共设计了大概有三个课室吧 学的基础呢,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我会讲很多很多有关于基础方面的知识 第三个阶段呢,是一个高级的控制 那么这个高级控制呢,比较复杂 但是我也会提一点点 关于高级控制这方面,大家可能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去探索 去学习 我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告诉大家的 那样讲到明年也讲不完 根据我们学习的要求呢,还是以基础为主 那么高级的东西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 最后一个阶段呢,它是一个练习 去检测我们之前学的知识到底是不是正确 你是不是学会了这个东西 这呢,就是一个课程的大概 那么关于课程呢,我也就简单说到这里 下集课开始呢,我们要正式的学习关于现成的一些概念